吃冰冰凉凉的甜品 那就安排一款桂花银额雪梨冻吧 清甜爽口,还能润肺养颜 先来做桂花冻 把桂花还有绿茶放到茶包里 锅里加入凉水,放入桂花茶包 沸腾之后再把茶包捞出来 然后加入白凉粉 搅匀 稍微降温之后再倒入模具里面 放冰箱冷藏凝固 再来包一个银额雪梨汤 雪梨切块之后 加入泡发好的银额 还有枸杞,冰糖 加水炖煮半个小时 因为又做成冰粉 所以银额有没有出胶 就没有太大的讲究了 这里我先把汤料捞出来 然后再加入了白凉粉 不过后面发现这一步其实是有点多余了 大家可以直接加入白凉粉 搅匀之后再次煮开 倒入杯子里 等一个水梨洞凝固之后 再放上桂花洞 淋上桂花米 清甜爽口 一定要试试哦 转发 这条瑞茬 白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